由于电梯没有电或者是故障 导致乘客被困在电梯当中 很容易产生恐惧感 不瞒各位说 我就有过一次这样的亲身经历 先不说我这个事 咱先看下面 最近济南市莱坞区 有一个小区突然停电 导致了有孩子被困在电梯里边 咱们的消防救援站 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我们来看看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到 事发时电梯正向上行驶 突发的故障导致电梯 卡在了10层与11层之间 有一女孩被困电梯内 消防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 此时女孩已被困近10分钟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救援 消防队员首先使用电梯钥匙 将外层电梯门打开 同时安抚女孩情绪 撑开电梯门之后 仅能看到一半电梯警 消防救援人员反应迅速 立即伸入电梯内部 将女孩报出 递给女孩父母 仅用时两分钟 便成功将女孩救出 看孩子这个反应还算是正常 很多人会有一些 这个叫幽闭恐惧症 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当中 会越想越害怕 可能刚开始 还缓不过劲来 真正在里边待了 10分钟 5分钟 这个心里边就会越来越慌 越来越恐惧 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如果说大家伙遇到了 这个乘电梯被困了 首先还是要保持镇定 当然这个挺难 但是还是要保持镇定 按一下这个叫箱里边 那个紧急呼叫按键 那里边有一个电话 它上面印了个电话 你就使劲按 及时跟职守人员取得联系 告知所在位置 和电梯内人员的状况 如果说联系不上 那就赶紧打电话 打129就报警求助